搭一隻航運股 2343太平洋航運 有朋友問 如果小駐現水平吸納 你又覺得怎樣? 航運股就相對是這一陣子 比較都硬朗一點 硬朗一點 是的 雖然你說好像昨天都大跌 但是不要忘記過去那一個月 其實股價還是升了 接近兩成這樣上來 所以我覺得就 股價就有一點之前 是叫做因為受惠俄烏事件 運價上升 令到價格就不是說跌得多 所以同樣道理 如果你說這一段的市反彈 是純粹夾淡倉行為 之前跌得多的股份 要做一個超賣式的 是一個報復式的反彈 相反來說 這類航運股就未必說完全跟得到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市彈600點 它只是升2% 相對就是會一般 所以2343我就不是說看得淡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短線 薄反彈 短期的股價表現 可能它就會相對是落後一點點